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米德尔顿突然发现 啊 原来这里也是搞工业的 一脸苦相的产业工人 让你不由自主脱口而出 呀 万恶的资本主义 以一手精湛的中距离技术闻名 仗着身高必长 出手抗干扰能力强 进不进基本就是看自己把握 17-18赛季首轮和绿凯大战7场 留下场均24.7分 5.1篮板3.1助攻 命中率59.8%的恐怖答卷 人送外号文远 让波士顿小儿不敢液体 但似乎只有对上波士顿 米德尔顿才能有持久稳定的输出 纵观生涯季后赛 他没有一季投篮 命中率超过45% 从18-19赛季开始雄鹿开始 向争冠组迈进 米德尔顿在季后赛的表现显然不够好 18-19赛季打了15场季后赛 交出16.9分 41.8%投篮命中率 19-20赛季打了10场 交出20.3分 39.4%投篮命中率 不够稳定的输出 拉胯场次偏多 让雄鹿管理层直呼 我能不能按场给米德尔顿钱 今年季后赛米德尔顿依然是熟悉的状态 首轮面对热火 防守米德尔顿时间最长的是邓罗和西罗 明显是米豆的优势 对位 他的表现不能说是不及格 但没有打出预想中的效果 再加上偶尔巴特勒也会来防防 次轮则主要是乔哈防守 米豆首战交出23中 6次战20中期 第三场才暴肿 砍下35分 第五场再来个36.4%投篮命中率 第六战38分 抢7战26中9 在拉胯和暴肿之间反复横跳 冬绝前两场合计30分 第三战26中15末节20分 黄轰38分 第四战17中6交出15分 此役上半场拿下5分 以为又是一个典型的米德尔顿场 结果第三截砍下23分 率领熊鹿打出攻击波 掌握主动权 米德尔顿的强项在于他投射无死角 又是一个体型不错的封线 在对手需要考虑字母和霍勒迪对位的情况下 留给他的对位一般都不是对手最强的单防点 但米豆总是能在你以为 他是优势对位的时候怎么投都投不进 而他没有办法保持一个下 更稳定更高水准的表现 实际上也就矿定了他自己的上限 整个季后赛米豆的面板不差 场均22.9分 8.3篮板 4.9助攻 但投篮命中率是43.3% 三分命中率33.3% 真实命中率54.4% 尤其是在字母缺阵的情况下 他需要保证更高效的输出 以中距离投射为主的打法 对手上协防是比较难的 特别是在雄鹿强势的快攻 或者是阵地战受限的情况下 米德尔顿是三个主攻手里中距离能力最强的 也最适合破局 但他始终不够稳定 也就需要霍勒迪来帮忙 之前血布的进攻更为差劲 如果米豆拉胯 字母关键时刻 破局能力不够强 雄鹿的进攻就会手足无措 而现在即便字母不在 霍勒迪也能够再部分时间站出来分担 这将是米德尔顿第一次登上总决赛的舞台 他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吗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